三上一百 要来祈求风雕一顺 要来扑到这个水流 南里无助高温 基隆中原纪的重要科宜中原普渡 农历7月15号晚上在竹谱谈龙重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跟轮值竹谱的张料简姓宗亲会代表 参与祭典仪式 现场丰富的祭品以连桌形式呈现 包括昏食桌素食桌和夕阳桌 邀请水路无主孤魂享用祭品 也展现基隆民众的慈悲心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 中原纪不仅是基隆的传统文化盛世 更是促进社区和谐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宗亲会的用心筹办下 让充满慈悲精神的中原纪得以永续传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